2024年惠别玉兔迎来青龙 在此旧迎新之际 都会选择添购新衣、新鞋以及一系列的物品 事实上恰大好处的颜色选择 不仅能提升运势更能够旺一整年 今天的其乐隆隆红运当头由日腕荣誉呈现 今天的其乐隆隆红运当头 我们邀请到了您的人生战略导师 主教奇门遁甲易经和八字的林书彦老师 大家好 好 今天老师将为我们揭晓2024年甲成龙年 到底该如何运用颜色的搭配 让我们好运伴随一整年 好 那老师请问一下2024年到底有什么颜色是最旺的吗 可以为我们讲解一下 OK好 那2024年最旺的颜色呢 你可以参考虚运老师制作的 2024年运势大破解这本赢的封面颜色 这一个Pink Color啊 这个粉红色也不错 那老师 现在刚刚有提到最旺的颜色 那么在2024年有什么颜色我们会比较小心注意 尽量减少使用的颜色呢 OK 因为来到了2024年呢 它是九孕开始的第一年 那九孕灵火 它的颜色属性呢是属红色跟橙色 这样子的亮丽颜色的 所以来到了九孕的开头第一年呢 我们就比较避计黑色 灰色 深灰色 或者是深蓝色 像老师你刚刚有提到好运是属于红色 那其实365天那么多天 我们真的要每一天都穿一模一样红色啊 新色这些衣服吗 哇 我告诉你哈 365天是普通的年份 今年2024年是366天呢 还多一天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问的哈 其实每一个人呢 穿着的颜色呢是因人而异的 有一些人的八字呢是喜欢红色 那有一些人的八字呢是BG红色 那就举例 那些喜欢红色的朋友们哈 也不可以每天穿红色 因为红色的色彩啊 会让一个人处于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 它同时也伴随着压力 所以呢我建议啊 我们每一天呢都要根据 每一天的五行能量来选择我们的穿着颜色 那如果刚好你是喜欢红色的 那你就多采用红色的系列的衣服 那平时不可以穿红色的时候还是不要穿好 那那一些八字呢是BG红色的 它本身穿到红色呢 它是会处于非常的那种紧张兴奋 甚至会感到会发脾气的这个状态 所以呢我就建议啊 这些BG红色的人呢就尽量不要穿红色 就算那一天的能量色彩是应该穿红色呢 它呢就只需要它配一些小的红色的这些配件 少面具的这些红色配件来穿搭就可以了 那么呢它就不是说拿不到红色的这个旺旗了 那小配件呢我们就说可以是耳环 可以是手链 它甚至是可以鞋子 也可以你随身携带的 现在额外给大家一些资讯 红色的包包呢比较容易让一个人 有这种花钱的欲望 那当然一年之中呢一两天拿红色是OK的 长期拿红色呢你就会发现到 嗯原来你就是很喜欢消费花钱的人 那么对于那些BG红色的人呢 我觉得在过年期间还是可以穿红色的 你说是不是比较逻辑 因为过年当天啊或者是喜庆的日子呢 还是要穿红色的衣服吧 因为它会让我们有一种喜庆的感觉 有快乐的感觉那穿的红红的在 中华文化啊我们华人的这个culture里面呢 也是特别让人喜欢的就好像今天啊 我们录制这个视频是否过年嘛 一整年要为大家带来旺气 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持人 嗯穿到红红多么的漂亮对不对 江老师刚才你有提到红色啊 红色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旺气的 那其实为什么颜色到底可以提升这些旺气 带来好运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OK很好那在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呢 都有它本身的这一个能量 那么色彩当然也不例外哦 从色彩学的这个角度啊 颜色确实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和行为 既然我们都已经知道颜色本身它是有能量的 那根据我们的这个甘之力法 就是每一天的这一个日期 每一天的这个能量呢 都有它自身的五行能量 举例今天是火的能量很旺的一个日子 所以我们都穿红红啦 所以呢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好的这个旺气 那如果OK我们都已经掌握了这一个原理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用对不对 那根据每一天的色彩来搭配 好我们身上的衣着又是一个很轻而易己的事情 那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个五行的色彩能量学呢 来为我们带来旺气 人气财气还有福气 老师像你刚才提到的是比较多关于自身的个人的颜色 那其实也是有很多做生意的人士 也是很好奇颜色到底对公司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公司会有什么样的帮助提升这样子 嗯好那么之前我们所说的嘛 颜色本身就带着它的这个五行能量 那我所指的是这个木火土金水的这个五行能量 所以每一个行业呢 它本身又有它自己的五行属性 那如果我们要增强这个行业的这个能量呢 它的这个logo跟它的公司的色彩 可以选择跟它一样的五行的颜色色彩 或者声望它的这个颜色色彩 举例火呢就需要木来生它 那火的行业也可以采用青色蓝色 或者是火的颜色来跟它比望的颜色 就能够帮到这一个行业啦 像老师刚才你提到要选择对应正确的颜色来提升 那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我有些公司的logo都已经是固定了的 都是他们的品牌形象 那其实如果他们不要换颜色的话 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改善呢 如果你的颜色色彩 那举例你的logo的颜色色彩 本身就跟你的行业五行有很大的冲突 而且用到不对 同时呢生意的业绩也不是你所想要的 那我建议你很简单的 马上换logo 如果还是坚持不要换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啦 来给你们一些小小的贴士 至少可以增加一点点的能量哈 就是呢 从你的公司的这个装潢 然后从你公司的这些用具 OK 选用呢 申望你行业五行的这个颜色色彩 那希望呢可以帮补一下啦 向老师刚才你有提到说 公司他们要用属于自己的颜色来提升 可是如果万一他已经用对了颜色 但他本身的八字不符合怎么办 有什么方法可以化解吗 OK 这个事情呢 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 不过他还是有办法的哈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采用奇门顿甲布局的方式 来作为一个通关点 那那个这个通关点呢 我们可以从他的居家 或者是他的办公室的风水上处理 因为呢通过这一个 九宫八宫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空间呢 他都可以分为九个公位 那么在这每一个公位上呢 他也有他本身的五行能量 来我们做一个举例哈 房地产这个五行呢是属土 OK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的五行能量呢 是属木 木就会刻土嘛 对吗 房地产是属土你属木 那木就刻土很累 做到人呢就会非常的劳累 那我们就用火 你要木生火生土 就把整个五行相生的这个能量呢 把它和谐化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通关 那来 如果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通关点 那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家中的南方做布局 因为现在你的通关点是火 那家中的九宫八卦 的这一个公位五行属火的就是在南方 所以在南方的这个地方呢 做什么事情 多多活动 你可以睡在南方 你可以在南方吃东西 你可以在南方办公 你可以在南方打电话 总之多多运用南方属火的这个能量呢 来增加你的个人的运气和能力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一个人的家中的南方是缺角的 如果你需要火的能量 南方又缺又没有这个公位 那我们就只能够运用 OK相关的五行能量 就是身旺木的五行的能量的公位 来作为这个身符法 那如果你的木去刻土 你劳累嘛 那你就要非常强的木的能量 这样你的木的能量强 你就可以去刻人 刻这个五行土的能量了 那你就要在你的这个东方的位置 多多的去运动和运用 所以呢以上说的这两个方法呢 都可以帮助一个刚好从事到 不适合行业的人的这一个运用法了 老师现在你刚才提到说要多多运动 如果不要运动的话 还是有什么小物件之类可以提升 还是一定要在那边运动 如果要用家中的小物件的话也是可以的 不是说不可以 那是回到原点 我之前说如果是大面具的能量大 如果是小物件的话能量小 这样如果你可以在那一个公位运动的话能量又是更加的大 那么如果要配合这个小物件的话呢 我还是回到了原点 你的自身的能量呢要加强的话可以参考每一天的五行能量色彩来穿着配搭 OK加强个人的五行能量 可能通过每一天的这个exercise 今天适合红色你穿红色 明天适合木色你穿木色 后天适合土色你穿土色 这样你每天都采用这种能量色彩加强自身的能量 就是加身自身的能力 那过后可能分分钟你的这一个五行 缺木的这个情况 缺土的这个情况都分分钟变到没有 你就是五行俱全了 那你什么都不怕啦对不对 你了解我的概念吗 就是说意思是说呢 如果你一个人 OK你本身发现到五行缺火 那你通过每一天运用大地跟当天的能量 来加强这个火的元素 以后你就变成百毒不清了 所以这个方法是不是很好呢 这样在这一个每天的这个能量场呢 你们可以参考薛老师的My Luck Planner 我有一个Mobile Apps 就是呢你直接呢放在你的电话的Google Calendar 你就可以看到每一天的能量场了 好老师那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OK我希望呢在这个九韵的第一年呢 能够把这个正能量呢 带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也希望把这个正能量带给读者 那我想问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做这个 正能量的这个动作呢 很好可以 那要怎么做 那这样子 好我们一起做这个动作好吗 来一起 一二三 正能量 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每一天的能量色彩 你可以加入薛老师的Telegram 那还有啊 2024年红色很旺对不对 记得要多用红色的色彩 好的 非常感谢书彦老师今天跟我分享那么多有用的好知识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的话 就记得按赞留言以及把影片分享出去 同时也非常感谢RedOne赞助本期视频 我在这里祝愿大家龙年大吉 龙年行大运 让我们在龙年里 龙飞凤舞 RedOne Back to Basic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